一对夫妇在休斯顿西北部家中被发现死于自杀 请看本台记者黄梅子的报道 警方在今天早上接到报警电话 一名家庭成员告诉警方 他接到一个亲戚的电话 说他准备自杀 警方随后出警 现场位于休斯顿西北部的一户人家 当警察于早上6点30分左右赶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一对夫妇被发现死于床上 死去的男子大约60多岁 女子大约50多岁 两人并排躺在床上死于枪击 警方初步判定 应该是其中依然首先枪杀对方 然后自杀 这是自上个月起 依休斯顿地区报告的第四起谋杀自杀事件 据休斯顿警察局称 最近一次的枪击案发生在周日 当时在加利纳公园 也发生了一起疑似谋杀自杀式枪击事件 造成了四人死亡 目前休斯顿地区的家庭暴力案件 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受害者常常因为害怕 无助或者是羞愧而默默忍受 最终忍无可忍 只好自杀解脱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可以拨打电话24小时热线 713-528-2121 或者是1-800-256-0551 那么多了一部分就是 说第一个人身宝金的 这个人员身宝金imizi 先把你温暴力的